姓超哥等满分 同学们好 我是学生思论网校的朱涛老师 那么我在上一讲的时候 给同学们留了一道作业题 就是这个例6 相信有很多同学 应该把这个题给做出来了 那么可能也有同学做了一部分 有一个小问题处理不了 可能就是在倒角那一块 倒角那一块 那么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如同已知三角形ABD和ACE 都是直角三角形 且角ABD等于角ACE 等于90度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90度 在这儿有一个90度 出现了两个直角三角形 对吧 那么还给了一个角BAD等于角CAE BAD等于角CAE 有没有发现这两个直角三角形 有一个锐角又怎么着呢 相等了 是吧 等以后大家如果学了相似的话 就应该知道这两个直角三角形 马上就相似 因为它的三个角已经全都相等了 那连接DE 取了一个终点M 求证MB等于MC 对吧 那结合我们上一讲讲的内容 大家想想这种题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上一讲主要是不是在讲终点的用途 对吧 终点的用途 在这儿现在要处理一下的话 你应该注意到 在这儿是不是有两个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和终点相关的应该考察的是什么呢 斜边中线等于斜边一般 是吧 上一课你也碰到很多这种 所以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应该去 把这两个三角形的斜边中线 首先要连一下 那我们连接了这个斜边中线以后 是不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终点 是P点 对吧 M也是个终点 那现在我们在这儿有两个终点的时候 往往考察的是什么呢 中位线 中位线 所以你应该又要连接一下什么呀 PM吧 连接一下PM 同样道理 这边你是不是也要去取斜边中线 然后再去连接中位线 导致在这儿是不是出现了两个三角形了 对吧 你们要求证MB等于MC嘛 你就是要去构造 含有MB和MC的三角形 长得很像的 在这儿是不是已经有一个了 对吧 已经有一个了 那这两个三角形 我们如果要去证明 他们全等的话 目前比较好证的是 他们里边有两条边相等 有两条边相等 比如说我们的PB 它是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MQ的 等于QM吧 我这样写吧 PB是等于QM的 知道为什么 因为斜边中线 是不是等于斜边一半 对 又因为中位线 是不是平行且等于底边的一半 所以他们两个 其实都等于二分之一的什么 AD吧 是吧 等于二分之一AD 利用的就是我们这个斜边中线 等于斜边一半 以及中位线 平行且等于底边的一半 同样的道理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得出一个PM 应该等于一个QC了 原因是他们都等于二分之一的AE 来看一下PM是个中线 对吧 是不是平行且等于AE的一半 这个QC是个斜边中线 是不是也等于它的一半 上课反复见过这种类型了 所以这两条边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那现在的问题在哪呢 是不是在那个角那 对吧 在那个角那 你如果要证明这两个三小型全等 一定不是SSS 因为第三边是我们要证的结论 对吧 那你只能用SSS 就是要证明角1等于角2 我怎么来证明角1等于角2呢 看起来好像就跟这个长度没有关系了 那你是不是要去找跟角度有关的条件 跟角度有关的条件 是不是在这有一个角3等于角4呢 对吧 然后其实马上可以得到角5等于角6 这个呢 同学们需要思考一下 角3等于角4以后 为什么角5等于角6呢 你能看出来角5是角3的2倍吗 我们斜边中线等于斜边一半以后 这是不是一个等1三小型 这是等1三小型的一个外角吧 对 是不是等于与它不相邻两内角和 而这两内角又相等 是吧 所以它是不是等于2倍的角3的 对 那角6同样到底是不是等于2倍角4 导致我们的角5就等于角6了 你的目标是不是要证明角1等于角2 终于导致一个跟它有关系的角 其实呢 角1加角5是等于角2加角6的 角1加角5等于角2加角6 这个又思考一下 为什么呢 你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吗 平均四边形 这是个平均四边形吧 嗯 所以这个角 同位一下 是不是等于上面那个大角 嗯 这个角同位一下 是不是也等于上面那个大角 嗯 你说它们俩相不相等呢 相等 是因为它们都等于角DAE 是吧 嗯 又因为角5等于角6 所以角1是不等于角2 嗯 稍微跳了一下啊 角5等于角6的原因 是因为它们分别等于角3角4的2倍 是吧 嗯 那这两个三角形是不是就全等了 嗯 所以三角形PBM 是不是就全等于三角形QMC 对吧 嗯 QMC 括号SAS 所以我们的MB 是不是就等于一个MC了 对吧 嗯 MB等于MC 嗯 那么这个题呢 还是对我们上节课内容的一个总结啊 大家应该看到了考察的是不是还是终点的用途啊 嗯 对吧 斜边中线 以及中位线啊 那我们在上节课总结过终点的四种用途 同学们每次看到一道具体题目要想一想 我们应该用哪一个是吧 应该用哪一个好 那么这道题呢 我就讲到这里 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个三角形全等的第四部分 旋转和结长不短 结长不短呢 你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应该已经学过一部分了 是吧 我们在那已经讲过如何来进行结长不短 在什么情况下结长不短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讲了一部分这方面内容 那么难度呢 就会加深一些 另外呢 有一个新的内容是旋转 旋转这个呢 在人教版的课本里边 其实应该是初三的内容啊 初三专门有一讲 是在讲旋转的 呃 为什么我们提到这来讲呢 是因为在三角形全等当中啊 经常这个辅助线的构造 是要利用到这个旋转的思想的 所以我们在这呢 配备了几道题 是利用旋转的思想 来进行这个辅助线的操作的 那么同学们在这呢 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啊 对这个旋转 好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啊 如图P是等边三角形 ABC那一点 AP等于3 BP等于4 PC等于5 在这是不是给你标好了 嗯 诶 你看到345 这三个数有没有什么想法 勾股数 勾股数是吧 那说明在这很可能 有一个勾股定理 是不是要出现什么样的三角形呢 直角三角 直角三角 所以同学们看到这种数据的时候 一定要敏感 它为什么是345 它不是346 它不是245 呃 就是有可能会在这 考察到勾股定理 对吧 嗯 那么题目现在要求 角APB的度数 求这个角的度数 这种题目呢 非常的经典啊 非常经典 各个学校基本上在讲勾股定理 或者是旋转 或者是三角形全等的时候 都会出现这种类型的题 只不过数据呢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啊 数据可能也会有变化 但是具体操作都是一样的 就是做辅助线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如何来做辅助线呢 需要把这里边的某一个三角形 转出去啊 把这里边的某一个三角形 转出去 那么为什么要把它转出去 呃 一会儿我来给同学们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辅助线 就是把三角形 PBP绕B点 能看出来吧 把PPB这个绕B点 这是什么顺序呢 逆时针吧 旋转一个60度 就跑到这个PPB这来了 呃 然后就可能会出现三角形全等 以及我们需要的 这个关于度数方面的结论了 但是在这儿呢 需要跟同学们强调一下 几何三大变换 无论是平移 还是旋转 还是轴对称 都只能用来 作为我们做辅助线的思路 但是不能作为 呃 做辅助线的写法 就是我不能说把这个三角形 直接旋转到这儿 个别学校的老师说可以啊 那你这要按你 学校的老师的要求来 呃 绝大部分都不能说 将三角形转到什么地方 因为你如果这样说的话 你是默认这两个三角形 已经怎么着了 全等了吧 嗯 那这个辅助线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这样的 来写一下 比如说我在这儿标一个角一啊 在这儿标一个角二 过B点做 来 辅助线我给大家写一下啊 过B点做 角P'B P'B A 等于 角 P'B C啊 P'B C 也就是说我做了一个角一等于角二 对吧 嗯 然后呢 并且 P'B 等于我们的 P'B 使这个P'B 还等于P'B 在这儿先切一个角 跟它一样 再截取一段长度 跟它一样长 这个是可以扳到的吧 嗯 那你有没有发现 我这样去做 就避免了用旋转 而是一个常规浮复复线 剩下来的呢 你就连接 什么什么什么 这些我就不写了 好吧 就不写了 那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发现这两个造型 瞬间就全等了 嗯 对吧 知道我说哪两个造型吧 三角形 A P'B 应该马上就全等于谁了 C P B 对吧 嗯 C P B 全等的理由是什么呢 第一个 最长边 是不等于最长边 因为大的是一个等边造型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又做了个角一等于角二 又截取了一个P'B 等于PB 你明白它两个边相等 并且夹角还相等吧 嗯 那用的是什么呢 S A S S A S 好导致我们在这儿呢 出现了 呃 全等的情况 那全等完了以后 我们该干什么呢 我们就得去看一下 怎么去求那个度数 还记得你刚才有个预感 在这儿很可能会出现多少度吗 90度 90度 那就必须得把三四五放到什么呢 一个三角形 那边去 而且这个三角形 马上是不是就变成直角三角形了 嗯 哎 你没发现五其实被我们转到这儿来了 三是不是就在这儿 对吧 嗯 它没动 五在这儿 那你预感一下 最好四是不是跑到这儿来 嗯 如果跑到这儿来了 是不是终于跑到同一个三角形里了 嗯 哎 我怎么才能让四跑到这儿来呢 就是要证明这个三角形 是一个什么三角形呢 等边 其实是个等边三角形 对吧 原因是这个四是不是首先转到这儿来了 对吧 嗯 已经是一个等腰了 如果再等于这个四的话 那它是不是就是个等边三角形 等腰三角形怎么才能正等边呢 必须得倒出一个多少度来 60 哎 60度 我在这儿再给个角三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已经出60度了 角二 是不是等于角一的 嗯 角二加角三多少度啊 角二加角三 60 这不是等边三角形吗 60 60 所以角一加角三呢 60 也是60度 所以导致 这是不是就是个等边三角形 四是不是终于跑到这儿来了 嗯 那我们这个题做完了 这是三 这是四 这是五 说明这儿 是不是应该是直角 对吧 嗯 然后这个角应该还是多少度呢 60度 60度 题目要求的是角 APB的度数 APB 多少度了 150 150 150 是吧 做完了 就利用一个旋转的思想 我们把一个三小形转出去 然后得出一个直角三小形和一个等边三小形 马上我们这个角度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嗯 好 那么这个呢 给同学们先感受一下 我们如何利用这个旋转来做辅助线 下面呢 给同学们总结一下啊 总结一下 什么情况下利用旋转做辅助线 用旋转来做辅助线 其实是平移旋转轴对称这三个里边最好总结的 它的规律性非常的强 一定要有相等的边 一定要有相等的边 当我们这个里边出现相等的边 而且这个相等的边往往都会有公共顶点的时候 我们利用旋转来做辅助线 来做辅助线 有的老师是这么总结的 他说叫做共边共顶点 其实他想描述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些边他们是相等的 而且他们还有公共顶点 这个呢 我们就考虑用旋转来做 那大家想想 我们这是一个等边造型吧 所以太明显了 这两个是不是应该共顶点齐相等 这两个共顶点相等 这两个共顶点相等 所以在等边造型里边经常使用旋转来做辅助线 那大家再想想 除了等边造型有这种共顶点的相等的边以外 还有没有什么呢 等腰造型 对吧 那其实是等边造型的一般情况 还有没有再想的更远一点 正方形吧 嗯 是不是 所有的正多边形其实都满足这个条件 你正方形有没有发现 共顶点的边也都是怎么着的呢 相等的 所以你碰到正方形的时候 往往的也可以使用这个旋转 比如说把一个三小型转哪去 一个转到哪去 转一下 往往会有一些收获 那么几何三大变换其实体现的是 我们做辅助线当中的一种集散的 集散的思想 条件太集中了 要把它分散开 条件太分散了 我们需要把它集中一下 比如说在这 三四五 有没有觉得太分散了 嗯 我们可以通过平移旋转轴对称这样的方法 把它们最后放到同一个三角形里 然后就出现勾固定体 这个就是我们的集散的思想 好吧 那这道题同学们都听明白了吗 我就讲到这里